无骨不收也无患,只要二亩山药蛋 山药,土褐色的外表,身材细圆柱状 古籍记载,多食山药有葱耳明目,不羁延年的功能 民间也流传,山药对于调理生理能力,增强病后体质 妇女产后调养,小孩强健体魄都有显著的效果 因而山药也被称为食物药 现代医学研究显示,山药快精中的粘液蛋白 能预防心血管系统脂肪成肌,保持血管弹性 防治动脉中央硬化,减少皮下脂肪沉积 多巴胺能扩张血管,改善血液循环 躁肝能防治冠心病和脂肪肝的发生 消化酶能促进蛋白质和淀粉的分解 增强机体的消化和吸收功能 水提取物可消除尿蛋白,有恢复肾功能的作用 此外,快精富含果胶,能增加T磷巴细胞的活性 提高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能力,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抑制肿瘤细胞增值 所以山药可以作为抗肿瘤和放化疗急速后体虚者的辅助食物 只吃山药太过单调 不如加点鹅血鹅肉,杀身欲竹 一起用水煮沸至肉熟 过滤取汤使用,好吃得很